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钱都花光了 也是过没钱交租 就把手表卖了 我是经过那次事件之后 才知道要存钱 谭俊燕说爸爸迪龙曾经想过自己出钱 让儿子做导演拍戏 但是就被谭俊燕拒绝了 谭俊燕直演 因为爸爸觉得如果拍剧 还不如自己试着来拍 当时我没有做到 因为我觉得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小编是觉得谭俊燕不想让外界的人一直说 他只能靠爸爸成名 而没有自己的影子 谭俊燕直演 当时的那个电影圈还是挺好的 两年前都有一些老板找我说过要拍电影 叫我做导演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找我的爸爸 我当然不会这样做呢 小编觉得这些老板找迪龙 是因为谭俊燕的名声 始终没有他爸爸的名声那么大 谭俊燕又继续说下去 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做了 更要好好的去做 不想他爸爸迪龙那么辛苦 你觉不觉得爸爸迪龙很爱你 不知道怎样想 一直以来都很爱我 只是我不想整天都烦到他而已 其实另一方面来讲 谭俊燕是不想爸爸 那么辛苦 这么大年纪还要担心儿子的事业 古语有云 养儿一百岁 长有九十九 所以天下父母哪有不担心儿女的呢 所以迪龙这样做 完全是为了谭俊燕的好 但是谭俊燕自己觉得 既然决定在这行发展 就不希望靠着爸爸的名字继续走下去 希望有更多的人记得他的名字 谭俊燕谭言 如果爸爸不是为了我 也许他早就退休了 但是因为我现在入了这行 还要继续拍摄不一样的作品 他可能又会出来做很多的事 但是我真的不想爸爸他那么辛苦 其实谭俊燕和迪龙都是想为了对方好 而且他们都能感觉到他 说回谭俊燕 小编觉得如果他不是回了香港发展 也许今天小编也不认识这个人 也许就知道他是迪龙的儿子 真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